5月1日,国际劳动界几位公人全力的斗争的同一次在世界到处,用不同的办法纪念列庆祝,一切都于1886年5月1日在美国开始了,当天,四万个这两个公人发起了为三个八的斗争,而取得了工作的八个小时,休息的八个小时,和文化发展的八个小时。 1827年以后,新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说,维克福他的措施效果,重新提出工人和工会运动在一位公人全力的斗争中,采取的决策是什么,这个问题。 萨利亚的情况就相同,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情况,比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根本不一样,工人就承担转变过程最大的负担。 不过,以其他的世界部地区,相比在萨利亚唯一的建筑,在很多的地方就不一样,因为到现在,世界围着都保留了五位景城所有的传统。 它不但是劳动界的建筑活动,而且还是家庭和朋友在萨利亚各地中民游览地集合起来的同一次。 不过,很多人忘记了国际劳动界的根源,则却不放在他们三家传统的五位景城。 主有,他们坐着在银河周边,猪豆烤肉,经常也在蛋货上烤牛肉。 为了出走是勇气和时尚的事情,萨利亚人在城市内外都能找到适当的旅地。 贝尔格莱德人和萨利亚首都的客人,五月一日,避免不了去的目的地当然是阿瓦拉山。 则不但因为在北约的空气中被毁灭的一手装修的阿瓦拉塔,自己也足够信力。 而且还因为为贝尔格莱德附近的这座山具有特殊的环境。 为了安传统庆祝五亿的清城,出友,贝尔格莱德人,海基,克什特尼亚克,林森,海独克,文县那边,自门,海边和萨瓦和海边。 卡兰美党公园,对别格莱德年轻人和外来的客人来讲,最流行的地方这一当然是阿瓦社湖。 关于其他最著名的萨利亚武艺,尤兰蒂能提到为南萨利亚拉丹山博山的大自然文物魔鬼这城。 第二大部国家公园,福苏拉卡山,金松山,由于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后马上就庆祝福活节。 萨利亚人和来自国外的客人一定将实用去参观很多萨利亚修导员和其他宗教民生国籍的机会。 他们都证明萨利亚国家在该地区具有很长的历史。 在萨利亚武艺自193年来庆祝,最大的流行性在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时, 达到了当时就当作了中央的国境界之一。 而最后一位移民配合的国家公园是内容的。 阿ен福岡,岁月20日耳驰, 我学生的国家、尤与的体育、 是这个那么文化, 广州为八百多巴色, 探索位上,